新鲜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多么丰富的调料 只要在食材表面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蜂蜜 然后再撒上一些海盐进行调味 最后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迷迭香 而经常吃肉的朋友肯定清楚 女人的肉往往吃起来更加的细腻 不过吃饭前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 男人必须戴上那个特质的面具 才对得起着难得的美味 可片刻地转身却发现女人消失无踪 NP客栈导演伊莱罗斯 感恩节又一例做重磅上演 美国的零元购活动究竟有多疯口 无数人蜂拥而至地向着商场冲来 庞大的人潮直接撞破了商场玻璃大人 撞倒了维持秩序的保安将气踩在脚下 还有人被玻璃碎片刮破了脖子 现场顿时乱成了一团 有人摔倒有人惊强 有人手臂被踩成了取气饼干 有人被购物车撞倒在地 甚至就连他的头发都给扯掉了 这一切令警察都陷入了风口 然而失去了亲人的零元购家属们 却将这一切的责任都归功于这个商场的老板 但是也有人认为造成商场混乱的原因 这些疯狂的零元斗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于是第一个被找上门的 就是那个推着购物车撞死人的胖大姐 胖大姐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 就在她打扫完餐厅准备下班的时候 她发现不知道谁在吧台留下了一个奇怪的面具 可当她走上前将面具拿起来时 却没看到她身后的玻璃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随后胖大姐就将这个面具扔进了垃圾桶之中 然而就在她要穿衣服离开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面具杀手 对着她就是一刀弹来 然后将其拉过来压入了损失之中 紧接着她又打开了冷库的舱门 将女人压在了冰冷的冷库大门上 瞬间就让胖大姐的脸跟大门冻在了一起 就在面具男想要给女人致命一击的时候 没想到胖大姐忍得疼痛将自己与冷库的大门分离 然后迅速地从后门逃走 可是她却万万没想到面具杀手早就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下一秒钟 胖大姐就被汽车给撞成了两截 第二天警察们发现胖大姐的下半身 被挂在了那家超市的招牌上 而她的上半身却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看到了这么可怕的新闻的商场保安 顿时觉得大事不妙准备连夜跑路 因为在林园沟的那天晚上 作为保安的她竟然被庞大的人群给吓跑了 所以如果有杀人魔想要为亲人报复的话 那她肯定也是榜上有名者 然后就在她收拾衣服准备跑路的时候 没想到自己的沙发上不知道何时 就突然多了一个可怕的面具 是拿起了棒球棍准备自慰 就在她以为面具杀人魔就在厨房的时候 没想到她竟然是在自己身旁的桌子底下 胖子被偷袭成功 瞬间就割走了小脑袋瓜 而这只是面具杀人魔报复的开始而已 因为她接下来要报复的目标 就是商场老板的一家人了 美女说有暂尽的节目给男友看 她让男友在台上做好 自己则来到了跳床上表演 可没想到女友正在表演暂尽的节目时 她男友的脖子突然就被人旋转了180度 而她却还在那里用心地表演 却不知道她的男友早就已经归系了 然而就在下一刻 女人的跳床脚下就伸出一只长长的大宝剑 活生生地将漂亮大美妞给刺死在了跳床之上 学校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在警察来了之后自然就要停课了 但是仍然还有一对情侣打算在无人的学校里面玩耍 他们没想到才刚刚走出长廊 就被那个可怕的面具杀手给掳走了 小美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前来查看 却发现刚刚同学的手机竟然在购物车里 然而当她捡起购物车里面的手机时 却在熄灭的手机屏幕上看到了杀手的道理 也就是这样才让小美躲过了这一截 女人推开了杀手之后就连忙向着里面跑去 她躲到了学校的化妆间 这里却有许许多多的假人模特 而小美就藏在众多假人模特的中间 可是面具杀手向着她躲藏的地方走来越来越近 小美想要拿到不远处的剪刀防身 却没想到碰翻了一旁的发胶喷剂 说到这里 最近总有粉丝问我 如何再找到高颜值又优秀的女朋友 一起过年推荐一个高质量软件 牵手 这里大多是漂亮又高质量的优秀青年 聊天也蛮主动 很容易奔现 平台用户不仅需要照片认证 还有真实的学历认证和工作认证 想脱单的小伙伴 你还不心动吗 点击下载 立即开始你的心动之旅吧 机智的小美用发胶喷剂突然袭击 给自己逃走创造了一个机会 最终小美一个人活着跑了出来 但是在警察询问她凶手的情况时 小美却因为害怕跑得太急啥也没看清 她的好友金发妹也被父亲带走 并且说今晚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回到家中金发妹就已经在开始收拾东西了 可她却不知道楼下保护他们的警察瞬间就被尬了 她的父亲发现了不对劲之后也被干掉了 而楼上的金发妹正在掏耳朵 没想到突然出现的面具男助人围露 好心地帮她把耳朵彻底地给掏完了 并且还与小美的电话视频中跟他们打招呼 耳朵受伤的金发妹还想要逃跑 却被面具男死死地抓了回来 当小美与小黑急急忙忙赶到时 还想要从面具男手中救回金发妹 然而没想到面具男将金发妹向前一推 就直接将金发妹推向了前面启动的电锯之上 而小黑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发妹 到了第二天 感恩节的街道游行如期举行 小美一家作为小镇超市的富豪 自然也成为了游行的主力军 然而就在下一秒 一个小丑突然出现将小鸡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顿时吓得人群哇哇大叫 街上的游行队伍也乱成了一团 小美一家刚刚坐上汽车准备逃跑 就被冲过来的小丑一人一枪给弄晕了 画面一转 男人正在烧水调制蜜酱 然后他就将蜜酱均匀地涂抹在女人的身上 从脚趾头开始 然后就是大腿 接着到头上 女人转过身来看到男人竟然打开了一个烤箱玉柔 原来真正舌尖上的美味竟然是如此的简单 女人想到自己即将要被烧烤顿时就被吓尿了 等面具男转过身来的时候 却发现女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然后他就拿起叉子四处地寻找女人 殊不知女人就躲在房间的门板后面 紧接着女人又伸手敏捷地躲到了楼上的房间 却没想到在破旧的冰箱里面看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尸体竟然还没有彻底的死去 但是他现在自身难保只能先将冰箱重新关上再说 等他再次找到地方躲起来的时候 却被面具男发现他地板上的脚印一直通往房间的桌子底下 而女人就躲在墙壁的后面等着面具男过来然后偷袭 然而面具男却突然地走开了 就当女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没想到叉子就从墙壁上扎了出来 女人惊叫着逃出了房子 可是面具男会让他这么简单就逃走了 直接一个飞叉就刺中了女人 然后就将其抓了回来 新鲜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多么丰富的调料 只要在食材表面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蜂蜜 然后再撒上一些海盐进行调味 最后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迷迭香了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然后便将食材小心地送入烤箱之中 为了防止食材逃脱最好再给他来一针镇定剂 接着随着烤箱温度地慢慢升高 原生开的食材渐渐散发出了香气四溢的肉香 而这天就是感恩节 是大家一起祈福感恩分享美味的日子 但是被抓住的小美一家人 当看到了桌子上的食材竟然就是自己的母亲时 顿时就让众人吃惊恐惧悲痛急于一身 而小美的父亲却当场就崩溃 就连去年的老坛都给喷出来 面具杀人魔好心地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还热情地准备了人血葡萄酒给他们品尝 但是他们不反胃就算不错了奶还吃得下去 可是不吃的话他们也就没有命能活下去了 就在杀人魔切下一块美味的烤肉准备给他们享用的时候 小美已经用自己的戒指割开了手上的绳索 然后就将戒指交给了自己身边的小黑 紧接着在小黑也结绑之后 两人瞬间诈起将杀人魔给推开 接着就带着小美逃走 但是在杀人魔疯狂地追击之下 小黑让小美一个人先跑 他却留下来给小美断后 杀人魔砍伤小黑之后就立刻追了上去 在千军一发之际小美翻过了围栏逃离了杀人魔的魔掌 就在他跑向小镇准备找人求救的时候 却看到了小镇警长此时正满脸是血的倒在马路中央 而也就在这时 小美好像看到了杀人魔躲进了厂房中 于是他就拔下了警长的手枪追了上去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厂房里面看到的黑衣人 竟然是自己的好友卷毛 也就在这时 警长从他身后突然出现拿走了他的手枪 小美就将卷毛就是杀人魔的消息告诉了警长 经过了一番枪战之后 警长说卷毛逃跑了 在其他佛波了赶到这里之后 小美也基本上安全了 而他的父亲和其他几个被抓的朋友也被解救了出来 警长一直在他的身旁安慰他说他已经很勇敢 小镇上的姑娘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 就在警长离开后 小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 然后一颗一颗的将裤子上的狗尾巴草给揪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 屋外的警长走了进来 可当小美看到了警长裤脚上的狗尾巴草的时候 顿时懵逼了 这不是树林里面才有的狗尾巴草吗 没进过树林的警长身上怎么也有了 这让小美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他反常的举动也引起了警长的注意 小美立刻就说自己有点不舒服 警长则说那我给你叫医生过来 然而就当警长即将跨出门口的时候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说道 然后他就将房间的大门给关上跟小美摊牌了 小美询问卷毛怎么回事 警长说他已经给卷毛打了针穿好衣服 然后准备被枪杀就可以了 当小美战战兢兢地询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警长这才说出了真相 原来那个在超市里面被撞死 然后还被扒去了头皮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 并且他的妻子还怀有身孕一失两命 而这一切都是你们家超市和那些该死的灵源够干的好事 所以这只是对你们小小的惩罚而已 接下来也送你去见你的母亲好了 然而他刚刚说完小美就拿出了自己正在直播的手机 原来小美也没那么傻 他早就一开始就打开了手机进行了全网直播了 现在警长就是面具杀人魔的事情已经全国皆知了 恼羞成怒的警长就要对小美下杀手的时候 也就在这时 卷毛及时出场就吓了小美 然而他们却依然还是被困在这座废弃的厂房里面 眼看警长就要追来了 卷毛又立刻带着小美逃跑 他逃跑之前还打开了小黄鸭的充气设备 然后就跟小美一起坐上了一辆皮卡准备逃离而去 可是没想到却被一辆小推车给堵住了去 而杀人魔警长也拿着斧子砍向了小美 还好被小美用棍子给挡住 这时卷毛也刚好发动汽车冲破了小推车的封锁 但是没想到皮卡后面还连接着一条钢绳 而警长将这条钢绳绑在了柱子上 让他们两人没办法逃走 就在警长拿着斧头步步逼近的时候 小美在皮卡上找到了一把老实猎枪 她将子弹填充好之后便将其瞄准了杀人魔警长 身后的那个被轻器填充满了的小黄鸭 一声枪响小黄鸭里的轻器触碰到了子弹而爆炸 直接将杀人魔警长给炸得粉身碎骨了 本片到此结束